我小时候看我们村的娃娃去念私塾 背这个书袋可神奇了 我跟个达说我也想去念书 可他不让 说女子念书日后没啥用处 为这儿我还哭了好几回呢 我达小就待见读书人 你别看你黑大哥 是个有胆有识的后生 走南闯北的也见过不少世面 可他要见了那自愁的书啊 头皮就紧得了一脑瓜 就跟见了那秋天里的蚊子似的眼晕 人都说跟圣人学圣人 跟着巫婆学跳神 他要能跟你常走动 也能学着不少来 嫂子 你高看我了 嫂子 我到地方了 那我先走了 等等 我刚跟你说的可不是客套话 你这次回来 抽空去趟黑家湾喝中水酒 我代表你大哥正式请你来 这次准备 行呢 行那我一定去 那我先走了 哎 大大大大大 哎呀 散了啊 散了散了散了 哎 妈 我好笑 嘿大哥 我可还没说散呢 黄三公 我说散了就散了 你今天守备 翻不回来了 再说了 你身上 还有一个铜板吗 我身上是没银子了 但我有房有弟有婆姨 我有个小老婆 今年时期 她生的就描个条条 我要三十块大赢 你赢了 送你做二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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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嫂子 把你告诉你个好消息 飞大哥给盈辉一个二房来 这回你可有伴了 你小子 你再胡说 私赖你的嘴 谁胡说了 盈达是黄三国的小老婆 叫姓华 那白个生涩 水个灵灵的俊模样 跟你有一别来 嫂子 改名个 我怕你没时间 撕我的嘴 就顾着针锋吃醋了 你混混下去吧你 一泡在家等你呢 你爱信不信 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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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信花吧 那你知道嘞 黄三国的小老婆 输给你了 是吧 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那我海棠说笑呢 你倒真把人给我领回来了 那 你这是做伤啊你这是 你不是有新婆姨了吗 我走人 给你俩同地 你 你 你听我慢慢说嘛你 你 快 快 张三 被窃口回你家店 小哥 小哥 滚 哎呀 哎呀呀 张三 天到这会儿了 要走你得明天走 张三 切不切窃口了 我切不自白走了 张三 张三姐 走着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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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 你放 放手 你哭声啊 你哭声啊你 我说曲二房了 我说曲二房了吗 他是荒山狗的二房 那不明就是我黑大兜的二房 你 你 我告诉你啊 我是这么想的 哦 咱黑家也是个大伙人家 朝三李四那是干粗活的 迷世年纪也大了 很多事情得有人来干 我是想给你找个丫鬟 你不能拿花眼交易来哄啊 那是大伙人家真的 没有丫鬟来伺候 绝不走也行 你刚刚写份修书 我明儿回娘家 咱俩的事就算了啦 我 赵三李四 你们俩把腻剑药收拾一下 让信花先住下 有生事明天见证 走啊 周展议 周展议 我 哎呀 我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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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草 你回來了 你躺着 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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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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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三个月了 郎中也说不清楚她得的是圣病 这一天天瘦下来 家里边就剩我们三个女人 妈 你别说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的 妈 我这还有些钱 你拿着 听说这庄宝镇的送朗中 是这附近的神医 你让灯草去请她来给她看看 你去做生 我去附近看看 有没有需要司书先生的地方 灯草 你去找我这儿寻宿朗中的 你去找我这儿寻宿朗中的 这人呢 宿朗中说 这个药主整 明天前赏一准来 好 你 做圣课喽 我去寻个私塾带带客 想干啥一两个月 看看她的病情再说 寻哈吗 明日再寻吧 走 你这次来啊 那是想跟你打 你妈 少议少议 你坐好 坐好 哦 哦 少议一哈 看看你十八时候过门啊 我的腰里头 有好多个的病 俺大现在病了 现在顾不得这些事 你先走吧 你打病了 那不正好吗 你俩装俺大 哪敢 我是说呀 你打病了 我们把喜事一办 吹吹打打一作物 喜气一冲你打的病 自然好了 哦 反正俺大病了 妈妈也不在 再说吧 你妈也不在 那更好了 你干什么啊 我们可以亲个哭哭 正经点啊 是吧 是吧 是这酒 屁里早吓过了 你是恶的人了 亲个哭哭怕是吧 来吧 亲个哭 亲个哭哭 下几句 下的事 别碰我 你碰我 你干 你干 你做什么假装酒吧 扫清律子 做什么酒 做什么假装酒 没有 亲个哭 亲个哭 亲个哭哭 小老师 你手 帮你 妈呀 你干什么 你大老师 来 你干什么 把你打得搭 干什么 我干什么 什么 人家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小老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昨天是刚从不能回来 他不认得你 你别见怪啊 再说了 再说了 他早晚会嫁给你了 你又是不是啊 妈你说什么 是嘞 你看看 原来是大舅哥呢 那真是眼珠 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吗 来 大舅哥 咱们见哥礼吧 姬儿 快点 我呢 和我儿子已经订婚了 已经是自己人了 不信你们舍子 是啊 你看 我今天来的花莽 不知道哥哥在 也没带什么礼物 那我就赶日都没办法吧 能该走呀 滚 黑子 你这个祖祖 你别再找我啊 妈 你怎么能叫我那家这种人 咱回屋说 回屋说啊 给我给你 你说是做生的 你说是 你怎么能这样 看 他也是 他只能保证就 你看 他也你 你看 他 我 也要 看 四十块大洋 咱家的日子 你不是不晓得了 别说四十了 就三五块钱 再也拿不出来 你大就托美人 私下里 给鹅子说婆家 咱那地价里边 谁也没钱呢 白家沟的刘大旺 他能拿出这笔钱 你大就把他许给他了 你说啥 我的亲事 是拿鹅子换来的 心儿 你别恨灯草他们一家 他们家呀 还不如咱家呢 他有三个哥哥 到现在都没娶亲 就等了灯草嫁了人 换点彩礼钱呢 妈 你先歇着吧 我跟鹅子说两句话 哦 哥对不住你 哥 你咋这么说 哥才知道 我这门亲事 是你用四十块彩礼换来的 是哥害了你 这不能怪你 要怪 只能怪三家穷 我已经想好了 这学我不上了 我打算去做司书先生 等攒够了钱 就把你这门亲事给退了 那不行啊 哥 你是咱家的指望啊 咱家以后还全靠你呢 妹子 你就别操心了 哥心里有数 好 三哥啊 谁啊 大清早不让人睡个安稳觉 那 黑大头 哎呀 黑大哥 这一大清早就摸上门来 有甚急事啊 黑大哥 屋里坐吧给你烧口水去 不用不用不用 快去快去 大哥 切不说话 好 来坐坐坐 昨天我想了一夜 啊 是这 信花呢 无论咋说也是你的婆姨 是吧 我黑大头不能说战就战了 再说了 你还没到秦家荡产那步呢 啥就好端端的谱姨赎给哥的 大哥 咱这赌场上的规矩可是认赌服输 说就输了 我当初在赌场上 说信花抵三十块钱 也没说抵二十块 也没说抵十五 对不 你 再说 信花一个水靠灵灵的女子 你一刀手至少能卖四五十 我是手头没陷钱才抵的 要是有 我还不抵呢 行行行行 就算我没说 少奶奶 信花这天没亮就溜了 你不用来催 我等她写完修书就走 过火子 你们就能拜堂成亲了 少奶奶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就一会儿 行啊 行啊 好歹咱俩都经过黑家的门 有事你就说 等我走了 你也说不成 小奶奶 我想先给你看上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好歹咱俩 天哪 你这儿出甚事儿了 来 来 到底出甚事儿了 是 我家本是夏王庄的 我十一岁时 不过她跟个妈 就病死了 一个本家三大 她收养了我 可是 她收养我是假的 贪图我家的钱财 才是真 我家的钱财 他们一到手 他们就容不下我了 来 坐下 来来 坐下 小奶奶 我就想在你们家 当个下人 我就满足了 没事儿 有什么事儿 我给你做主了 小奶奶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就收下我吧 铁家虎 当烟火 当奴婢 当奴婢我都愿意 只要你归 我可促长大分支 别再让我 今天跟我客戈就行 哎哟 我让他们留下你 咱不受那苦 不受那苦 不受那苦 你跟儿子 都讲了肾啊 我想让他把那门亲事给退了 哎 哪有你说的那么轻巧 就算你当了四叔献上 这大的病要是不见好 这一架子人 还不都得靠你养活 再四十块应援 还不晓得是后年满月的死 反正我不能叫儿子嫁给那小子 我看着他就不顺眼 被子里暖和吧 咱呼呼 不用了 灯萨 以后你就别帮我捂我被子了 天冷 捂好自己的就行了 好 随心等睡吧 你先睡吧 赶着十几里路也够累的 好 你咋了 哭个声 我咋了 可都嫁过来这些个日子了 你都莫捧过沈总 村里的人 都说我是个使女 莫能给你们养家留下个后 她们说 说你像绣了个 外面男人乱讲 你不要信她们说的 她们说我不怕 我一天到晚脑里满外 太随便做饭 下地干活 再苦再来 可都莫越言 我说是什么 她们说不怕 你不怕 我一天到晚脑里满外 你不怕你 我一天到晚脑里满外 我一天到晚脑里满外 你不怕你 走 我不信 这日子 我就闹不到个头 鄧走 走 我不嫌你家穷 你也不要嫌能不尊 穷寒初期 正好一大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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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你谢谢俩 少奶奶 下河去了 这么大的窗花啊 回来是头会见呢 少奶奶你手真巧 巧的呀 都能比上天上的七小女了 这算个事啊 咱女团家的 上回捡了个龙凤丞翔 有 有一人多高的 喜欢吧 喜欢 拿瑶礼贴上 我一个少奶奶 怎敢要 再说少奶奶收下我的大恩 还不知怎么报呢 甚少人吓人哪 既是留下你了 咱就是一家人了 拿着 看 我这手还脏着呢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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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家的 我去帮他贴在窗子上 拿着 那我就先谢谢张三哥了 走嘞 你当家的 你看看 新两件一收就给熟买着了 没收买了你啊 熟买我 我心里只有女当家的 听你这话 画里有画呀 你不喜欢新花留在咱家 你会见过所有人故事 你怎么听过来 你不愿意 你保证 我还没收呢 都可以 你不想要 那你说怎么办 各要 各都说是 各就是个下人 各去干活了 李思 你知道我今天卫顺引你出来 没引张三 卫顺 因为你那句话呗 哪句话嘞 遇到家的 你说你心里向着我 就是嘞 屋里有人吗 是新皇家吗 谁啊 是哥们 来一下 哥们是黑家玩黑大头家的 这是哥们女达家的 要找你说上些事情 快院里请 女达家的 好 来 可先去喂驴了 哎 来 下来 我来 是想告诉你 杏花现在在我们家呢 杏花到了你们家 算是到了好人家了 你 你就没想要把他赎回来 哎 能不想吗 想要那咋样 我看这样吧 你就出十块银银 我回去跟当家的说说 让你把人赎回去 黑家少奶奶 你和黑爷真是佛主转世 铺上心肠 我这里给您磕头了 行了 行了 就这么定了吧 改日你拿十块银银来黑家熟人 旁的事我来办 我只是来向你们谢谢你们的好意 我哪来十块银银银呢 我自己的光景都没法过了 熟人的钱我给你 苗哥就来黑家熟人 我告诉你 杏花可是个好女子 我是舍不着卖了她 才把她送回来的 好 你要好好带她 给她寻个好人家家了 你要是再敢把她卖了 我黑家绝不放过你 杜先生 杜先生 不是让你少联系少接触吗 怎么不听话呀 杜先生 这首诗的前两句我不太明白 请您跟我讲一下 好啊 杜先生 杜先生 座星这几天都没来上学 你知道是卫生 她打病了 她回乡下去了 那她也不能老在乡下呀 她应该回学校了 这里我安生 乡下安全一些 可是杜先生 她是党里的机器分子 是我们党员学院的主心果 她不在 那是革命事业的损失 杜先生 你应该让她回来 她的学业不是也很重要吗 托学琴 你记住 根据现在的形式 要以折服灭住 好 你明白了吗 昨天晚上 你就不该去吃那个 郭局长的夜 是啊 她 姓郭的身边 已经死了两个婆爷了 我家星儿 不能再嫁给这个畜生 可 话又说回来了 那姓郭的 可是警察局长 咱能惹得起 那 你有什么主意 我不是没有法子才问你吗 我说你那个嘴 能不能够歇一歇 不是我歇不下嘴 这事总得拿个主意 昨天你在席上可以推说 是酒喝多了不回应她姓郭的 可人家今儿个是要来听你回话的 她再来啊 你就告诉她 我病了 把剑 这能是法子吗 能一直躲着不见 拖下去 嗯 我给她来个 柳碑戒精州 拖 停车 快停车 索欣 索欣 嘴 你咋来了 这下我可寻着你了 你去哪搭 哎 你这是去做甚啊 我去寻家教书的地方 那你寻到了吗 前春里那边有家私塾 让我明天就去教书 这么说 你真的要离开服侍了 我大病得厉害 我一时半会走不开 杨作戏 你可不仅仅是 富士中学的学生 你是党员 是党的小组长 你这个小组长 都不能带头给党工作 叫我怎么跟你学 你都回去吧 回去是要去 党的工作还需要你呢 你可不能忘了 自己的使命啊 谁说我忘了 郭局长 心眼可多着呢 他有心眼 我也不憨 洪知识 能替他说没 他是说了他的礼了 既然能收他的礼 我的他也能够收 我要是不能够 买通了洪知识 就让人白叫我 照办成了 那你还不抓紧去 求求他洪知识 你赶快把那银元准备上 啊 哎 嗯 啊 哎呦 手扔点 哎 老爷 说起到你才来拜访啊 啊 他就来了 有请 不知局长打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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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请自来 赵老爷未必欢迎 局长这是说哪里话 请 请 请 这都是些胡言乱语的涂鸦 不知道郭局长 拿给我做剩啊 有人到警察局举报 说前一段街上那些传单 是赵老爷的千金赵雪芹 火同乱党撒的 郭局长 这么大的玩笑敢不敢开啊 污蔑政府 煽动造反 这可是死罪啊 我这个负责地方治安之职的警察局长 能够听之认之吗 郭局长 不能冤枉 良民百姓吧 赵老爷别急嘛 我之所以没有派人去抓他 我完全是看在你赵老爷是个服饰地面上绅士的面子上 可是现在上面下令要抓乱党 蒋总司令也说一旦抓住格杀不论 赵老爷 赵老爷 你说我该如何是好呢 郭局长 就算我求你了 拜托你了 我这就给你磕头了 不必惊慌 左下再说嘛 左下 把东西拿出来给赵老爷看看 请您公布 郭局长 你这不是逼 逼婚了 这是犯法的 我堂堂的警察局长 我能悍到去做那些执法犯法的事 这个字举 签不签有你 我不会逼你的 但是赵老爷 我要提醒你 洪之士也说了 对那些煽动造反的乱党 一定要战草除改 如果把令前进 当成乱党给抓起来 先不说会不会杀他的头 赵老爷 恐怕你这一家人 谁也脱不了干系吧 走 张晓晓 学姐 你打扰我做事 我二舅请客吃饭的事 我听说了 你千万不能答应 你都晓得了 虽然我们是亲戚 可我鄙视她的伟人 她是一个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男人 你跟我说这些做事 我 只要你信任我 我会保护你 不管你让我为你做事 我都毫不犹豫 包括献出我的性命 谢谢 谢谢你 看着吧 我胡言葵 言必信 行必过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